時序進入了春天 又是所謂的花粉季節 這個時候也是出現 過敏反應的高峰期 其實過敏症狀 不單單只是花粉引起 在我們生活的周遭 許多自然或者非自然的物質 都可能依起過敏的反應 究竟過敏是怎麼來的 又要如何緩解 腦人的過敏症狀之苦 我們先從西醫的角度 帶您了解 陽光 空氣 水 這些大自然的因素 每天充滿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不過這些生活上不可或缺的條件 卻也能讓人體帶來不適 而產生過敏反應 癌症狀的解釋是 你的肌肉系統 是忽略的反應不應反應 例如 人們沒有癌症狀 當他們遇到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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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 雞 狗 壁 他們的肌肉系統 看到它 說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我們有症狀, 我們有症狀, 我們有症狀, 如果你的血管 system comes into contact with these things, it mounts a response that's not appropriate for what it should be. And there's a genetic component to it as well, too. Usually there's a family history. Someone who has allergies, usually a mom or dad or brother or sister will have allergies. So there's this idea that you have to be born with it and then later on be exposed to it. So if you're not born with it, even if you're exposed to things like trees, grasses or weeds, you usually don't have a problem with it. 對許多移民來說,離鄉背景來到新環境難免各方面都要適應, 包括身體對周遭環境的接受度,而身體是否有過敏反應是一個指標. 有人說來美國幾年之後若沒有過敏的現象就算是免疫了, 但連醫師也無法百分之百地保證. 如果有人移到這裡去加州,而沒有症狀, 在炸暖還寒的季節交替之際,難免會因為受癢而感冒, 但由於感冒與過敏的症狀相似,醫師也提醒該如何分辨。 在那邊的情況下,被疲倦已經有過敏 для症狀感, 因為在冷靜時,你會有很多疾病,症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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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常有病毒 有病毒 病毒 有病毒 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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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出現過敏症狀而求醫 醫師也承認目前的醫學 還沒有辦法百分之百的治癒 所以我們完全不明白 為什麼有病毒 我們仍然在工作 利用藥物像是抗組織癌 來減輕症狀 是目前西醫的治療方式 當然要追本溯源 醫生通常會建議使用血液 或者是皮膚測試來找到過敏源 一旦確認 只要避免接觸過敏源 就能夠降低過敏反應產生的機率 至於中醫在過敏的問題上的 看法又是如何 明天要帶您聽聽中醫師的說法